分成雪 燒亮明月 繁華線 才叫做深夜 伴著三生草 百路是荒野 青絲一杯塵素染 為白髮不見 往事似乎雲長過夜 那一朵像當時笑顏 飲在我 夢裡的時間 酒一杯 江河流言 任自己的 只剩了一片 可無邪 寂寞卻不覺 一生不覺 萬三生是否才能滅 我 寂寞卻不見 綁匪一共有幾個人 他們一共是有五個人 三個負責看管押送 兩個負責接收贖金 雖然看管我的三個人已經死了 不過其餘的兩個人 已經被我們收押了 你是怎麼想到 用牌局解困 小時候看爹用玩牌的法子 分化了幾路軍閥 那個時候我就在旁邊伺候著 看著看著就會了 無論大局也好 小局也罷 都是同樣的道理 什麼道理 二逃殺三世 你只知道自己在玩二逃殺三世 卻沒能看到別人 也在玩二逃殺三世 燕雲怎麼會跟你在一起 他們認錯人了 認錯人 除掉你不是他們的目的 除掉你們三兄弟 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你以前在外面畫天酒地 我可以不管 可是現在 你已經回到了這個家 你就該收起頑固子弟那套做派 記住 凡事要以一家為主 是 這件事情來得突然 我真的沒有想到 會有人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 這手段 雖然上不了檯面 可是 還真的僵了我一軍 爹 您老心裏是不是有什麼頭緒啊 也跑不出那幾個人 他們出手如此地陰險毒辣 想必一定是我們的老對手 我平生印象中 只有兩個半人 會這麼做 一個是我的老朋友 慕容辰 一個是傅榮才 半個媽現在已經消失了 能出此陰招的 想必只有傅榮才 將 是嗎 李大帥 您要是走這一步的話 那可是老帥對老帥 可是你死我亡呢 可這一次也沒能撼動一家半點根基 好 蠻 själ那位 不過是兄弟 就好嗎 這個啊 你可以轉發 那個 crossed the republic 他還是能疏 他就是要做云中之龙 让人难以错 我就要这么一直逼下去 我就想看看这老义 到底他会怎么着 就怕他又摆出一副 让权给儿子们 什么都不管的架势 其实背地里搞些小动作 姜 我一定会一直逼下去 他一定会着了咱们的道 最终就像这象棋老帅着面 只可惜这次半途而废 共亏一亏 那可未必 因为我已经种下了种子 而且 我会施上肥 浇上水 让这种子生根发芽 并且 我种下的不光是一粒种子 我种下了很多的种子 而我会让这所有的种子 都生根发芽 原来是这个样子 朕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废徒 好在要潘先生及时赶到 方能脱身 明天呢 我得去好好地感谢他一番 大哥 爹刚才没有告诉我 那半个是怎么回事 我想知道那半个是谁 此时说来话长 这半个已不在人世 可是爹说 他也算得上半个 能让爹如此顾忌的人物 想必也是一方枭雄吧 其实啊 他是咱们的六叔 一首成 六叔 对 那个时候你年纪还小 一直和三娘住在外边 所以并不知情 六叔当年和范先生 其称江左双胆 一个文胆 为江左运筹帷幄 一个武胆 为江左平定四方 后来六叔自觉杀人太多 杀孽太重 就自求于后院当中 施斋念佛 再后来 家中失火 他未能及时逃出 葬身于火海之中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我骑马摔伤 摔断了腿 成了废人 可见 轮回报应一说 未必没有道理啊 大哥 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 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况且我们易家 现在还是文武胆并存 大哥为易家出谋划策 二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我们易家还是铜枪铁壁 不容他人窥视 不过三弟 你也不要太过于谦虚 自想你学师叔礼仪比谁都快 大家摔跤 你也从未输过 只是三娘去世之后 你性情大变 大哥知道 那都不是你的真性情 其实啊 你是一直在怪罪我娘的 大哥 你不要胡思乱想 大娘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会怪罪于他老人家呢 况且我也是易家人 理当为大哥二哥安前马后 现在大敌当前 我们兄弟三人应该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好 你能这样想就好啊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想问一下 大哥请问 你和燕云真的只是巧遇 大哥 三弟对天发誓 我对二嫂绝无半点私心 二嫂对二哥也是情深义重 况且 他们二人的婚事 是我师父亲自指定 你不应该怀疑的 那是大哥多虑了 三弟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不是准着 他里面是你 可知道 我现在每个人都想她 你不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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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了小桑 却又弃之不顾 你把他害得差点没死掉 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儿 你告诉我 你非要把他逼得 万劫不复之地吗 我从来没有坑害过青桑 如果当初不是你拦着 青桑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幸 不幸 不幸 如今一家上下 对他是关爱有加 怎么是不幸呢 他是幸福 不 你看到的都是假象 是青桑演给你看的 你想知道真相吗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见见青桑 看看他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是被人捧在手心 还是踩在脚底下 你是说 青桑是为了骗我 委屈自己 他告诉我 在他母亲临终前发下重事 嫁给一连侃 保你重新回到朝野 桑儿 你怎么还这么绝啊 姑爷到底让你受了什么委屈啊 一声不响就要走 桑儿 说句话呀 猪妈 我就是把我爹送回去 顺便在家住几天 你急什么急啊 住几天 秋冬的衣服都收进去了 好 竹马 你先出去 回去 你拿着箱子要去哪儿 我要送我爹回去一段时间 你还是别去了 怎么 你还想拿我当幌子吗 你当幌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今天不想当了 你是不是心里有我了 胡说 你欺骗不了我的眼睛 从你见到我的那一刻 喊我名字喊到生死历劫 这是骗不了我的 这些风流话 你还是留个二嫂 和闽红玉婷吧 我不听 你给我 我告诉你 我被绑架不是把我丢掉性命 是怕我再也见不到你 你说什么呢 我说 你永远也别想掏出我的手掌心 你给我 你放开我 你居然把这个野男人 引到家里来了 我的脸都让你丢进了 岳父 你不要怪其他 都是我们胡闹罢了 这样 你们尽无聊 我先走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新式婚姻 这就是你追求的幸福和自由 你们夫妻离心家庭不睦 这就是不忠 人前作戏 欺瞒父母 这就是不孝 这种不忠不孝 让我们秦家的脸面 荡然无存哪 现如今 你把那个野小子 领进这个家门 你还知道 廉耻两个字吗 殿爷强怒火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 那您想多了 现在住在义家的那个人 不是栗旺平 而是叫潘剑持 我心里的那个栗旺平 已经死了 我不管他叫什么 这个人现在就在这家里呀 我说女儿 我们秦家 虽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但是也是师叔传家呀 你是我秦家子女 应该知道 从一而终 男女有别的为父之道 爹您要是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让他住进 义家的那个人不是我 而是义连凯 胡说 义连凯怎么会认识她呢 当日在芝山 邓玉玲托了我 救她表哥潘剑持 事后潘剑持过来 跟蓝坡道谢 下山的时候 正好遇到有人行刺 混乱中她救了蓝坡 所以蓝坡 才把她留在身边当副官 当日 邓玉玲托我救的那个人 叫潘剑持 所以她在我心中 就只是盼坚持 我不管她换什么名 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吧 你们俩毕竟是交往过吧 你说 认识你们的人该怎么想 他怎么肯信你们 一点瓜葛都没有呢 这一家上上下下多精明呢 你说你能骗得过谁 他们怎么想我不管 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是跟 一连凯好好地过日子 你们并非无情啊 我不管你们当时结婚 是什么形式 但是这夫妻嘛 时间一长了 总会有心意相同的那一天的 但是这一小子在你身边 你的心思永远都不会 放在一连凯身上 看你这么越陷越深 那倒不容 爹 爹 你要干什么去 我要把这小子的身份 告诉一家父子 我断了你的后患 爹 我答应你 尽快让他离开 以后我一颗心 都放在一连凯身上 好好地跟他过日子 孩子 话 既然说出口 就得做得到啊 要不然 就不能怪我了 你 我会不会 然后是 留意 不用 我 在 搞 不是 我 我 我们 不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借混了一个席位 现在两院竞选 这决儿都还没出场呢 他倒闹了个会选的新闻 就这本事 真是天下少有 难得一见哪 后生心性秉植 此次也是受奸人所害 事情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我们也盼着有那么一天哪 他那个职位 有没有 倒也罢了 如今在牢里待着 实在是有损 咱们吴家的颜面哪 秦夫人好 方先生 真是抱歉 那边有几位长辈 我带秦桑过去 你要玩得尽兴点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话 只管找些花架子陪你跳舞 那位方公子 家里是做绸缎生意的 虽然看起来家打夜打 但是在这封烟乱世里 这样的生意人家 就算门脸上再好看 手头上没点石拳 就得一直仰人鼻息 纸壶的架子 就算贴上巾 也耐不住风吹雨打 你就算架过去 对咱们家也没什么用 你要记住 咱们要找的是有权势的 能救出你爹的人家 好 女儿谨记母亲的教诲 一定擦亮了眼 替自己找一个好买家 卖个好家去 让开让开 让开 易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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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酒里有没有下毒啊 人家可拿了两个小时呢 桑儿 你看 这才是咱们要找的人家 有权有势又有钱 娘 娘 娘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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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啊 你怎么了 妹妹 这位夫人 你怎么样 来人 妹妹 在 派我的车送这位夫人去医院 是 娘 夫人 你怎么样 夫人 慢一点 妹妹 妹妹 谢谢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自然不如母亲心系如法 有谋有略 母亲这样的好手段 我可学不来 你就是这么跟母亲说话的吗 你既然心里明白 就去替我谢谢三公子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您要是想谢谢他 自然应该让一家之主 登门拜访 说些漂亮的场面话 我这样过去 他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就这样不知羞耻 巴巴地送上门去 那也要看 送的是什么人 你当初 难道没有巴巴地送过去 你以为 打着爱情的名义 就高尚了吗 我告诉你 女人的名节 在珍惜她的人那里是珍宝 不管怎么样都会维护你 才不懂得珍惜她的人那里 一文不值 只会毁了你 如今 你父亲还在牢里 你难道 想叫我一病去死 好在去拿被雷匹的树下 丢人现眼 好 多好啊 我的好母亲 我这就随了您的意 您就祈祷吧 你 秦小姐怎么会在这儿 昨天的事 我母亲让我过来谢谢你 我叫易连凯 闲平城里 谁不知道这个名字 那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吗 易公子舞会班得如此盛大 哪个人不想一睹易公子的风采 没想到 昨天第一次见面 你就救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还在医院里 我先走了 等等 你的脚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近日跳舞跳的 磨了脚 那你为什么这几天还要一直跳 那你为什么还要办舞会呢 喂 我送你啊 三公子 三公子他问了你的名字吗 他只说了他自己的名字 没有问我 这样就没什么希望了 幸好有一公馆的舞会 江左的名流都聚在那里 今晚的舞会不办了 你又何苦撑这个场面 我又不是拍广告的戏子 天天这样换衣服 你懂什么 目前我们在那些 达官显贵人眼里 有什么筹码 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你爹现在在牢里 我们这样苦撑着 难免被别人低看一头 来提亲的不是些芝麻小官 就是做生意的 有点加湿背景的 竟是来讨姨太太的 我的女儿 若真是做了姨太太 我还有什么脸面 你父亲还靠什么翻身 爹的罪名本来就是莫须有 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再说了 现在局势这么乱 这个棍不做也罢 等到时候父亲出来 咱们就随他去相见 不问世事 挺好的 你父亲糊涂 你也糊涂 要不是他中了 那个妇容才的奸计 咱们家何至于此 现如今 傅容才走的一个二境 罪名都落在了你父亲的身上 要想脱身哪有那么容易 你记住 我们家要翻身只能靠你 我们家要报仇还是只能靠你 你 好 我答应您 但是我为我们秦家报了仇 翻了身之后 也算是我报了您的养育之恩 以后我要做什么事情 也请您不要干涉 你只当是我为秦家打算 我男的就不为你打算 一个女人如果嫁得如意 今后世事如意 如果嫁得委屈 今后世事委屈 这个道理你现在不懂 总有一天会懂 身为人母 我当然希望你永远不用懂后者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但是在你逼走丽望平的那一天 我的心就已经是一滩死水了 是 我眼下 我看错人了 我认命 可是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 什么幸福不幸福的事 你教我许个谁 我就教个谁 你可以说这些谎 我做母亲的 却不能这样做 眼下也没有什么好的人家 我们再撑上一段时间 好好打算吧 也许有一个人 今日连日跳舞磨破了脚 今天我去易家的时候 他顺便问了我一嘴 今天的舞会停班 应该也就是为了这个吧 听闻秦夫人的娘家 是前朝中堂大人吴家 与我那学生的娘家 还真是颇有一番渊源哪 秦氏寡闻 还望范先生指教 兰婆自幼丧母 她的生母是云家大小姐 云家乃前朝鼎盛之家 怪不得易公子气度不凡 一家乃是新贵 原本是攀不上那些名门望族的 可是造化弄人哪 成就了这份渊源 范先生是易公子的师父 说起来惭愧啊 云夫人早亡 我一介妇人不懂什么大道理 对别人的家世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我也晓得因才师教 做师父的 总是会为学生选一条 最合适她的路去走 范先生能跑这一趟 可见对易公子用心之深呢 都说秦夫人动若观火 今日一见 果然是心如明镜啊 既是如此 范先生有话不妨直说 我今天来 本来是受兰婆所托 来向夫人提亲的 但是范某现在倒想 请夫人回了这门亲事 两家并无婚约 范先生不必多此一举 秦夫人所谋 兰婆她不能不给 兰婆执拗 还请夫人能够阻拦她 秦先生的事情 范某定当尽心 我秦家嫁女儿 自然是要挑一挑人品气质 范先生可以放心 来 请 易公子 我们家夫人让我告诉你 她已经回绝了秦室 还是请你回去吧 请转告夫人 连凯呢是生意人 没有什么生意是谈不成的 只要夫人愿意坐下来谈 我一定给夫人一个满意的结果 请稍等 竹妈 外面怎么样了 易家三少爷走了没有 我娘怎么说的 竹妈你倒是说话呀 看把你急的 你娘还能害你不成啊 他们呀连咱家大门都没有迈进来 哪儿见得着老夫人呀 易家三少爷那般威风 我娘怎么敢惹她呀 我可没胡说啊 那易家三少爷带了好多礼呀 把咱亲家大门堵得严严实实的 可那老夫人呢 连面都没让她见 愣是把她赶来在门外了 还让管家传话说 让她回去吧 我就说嘛 我娘肯定舍不得我 伯母 听说你要跟我谈生意 伯母 兰坡想娶秦小姐为妻 还请伯母成全 我秦家嫁女儿 你来谈生意 这是怎么个说法 兰坡认为 谈生意自有谈生意的好处 可是一桩生意能否谈得成 还要看买卖双方是否同意才行 今日伯母把我拦在了门外 是对兰坡有不满意的地方 只要伯母提出来 兰坡一定竭尽全力 让伯母得到满意的答复 义公子客气了 义家如今势大 我们无心攀附 也不愿伤了和气 论起来 义家到底是近二十年 才兴起来的心性 算不上名门望族 伯母说得没错 这些年三公子的名声在外 让我这个做母亲的 不得不多想一想 您是混贯了风流场的人 今日对一个人生死相许 也许明日里就换了别人 我只怕您对小女的这份心 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膝下只有小桑一个女儿 也怕她心思单纯 错把您的风流当真心 为您伤心一辈子 伯母原来是因为此事而担忧啊 兰坡年少轻狂 不过如今到了 该成家立业的年纪 我向伯母保证 这一生一世 我只爱秦小姐一个人 绝不娶别人 这个呢 是我在法兰西金柜的钥匙 里面有兰坡 这些年全部的积蓄 五十万银洋和一些古董 我愿意把它交付于秦小姐 若他日有付于她 这个 就当作是对秦小姐的补偿 女子不易 尤其是中国女子 讲了几千年的三从四德 若是嫁得丈夫不争气 不仅生活不如意 更不值要受多少别人的嫌弃 兰坡明白伯母的意思 兰坡虽然不才 几数产业 也比不上豪商巨股 不过宾客云集 还算是给兰坡几分薄面 如果伯母愿意 让秦小姐嫁给我 我一定给她世人仰望的骄傲 世人仰望的骄傲 你可知你这句话的分量 兰坡说到做到 兰坡说到做到 兰坡 回去了 兰坡 回去了 我就知道娘娘舍不得我 您放心吧 爹的事咱们一定有办法的 他回去 是因为我答应了他 为什么 我原是担心 这人风流惯了 对你不好 那样的名声 让做妻子的 无端受人轻视 没想到 我挡了他这么长时间 他不但不恼 还来向我请教 一家事大 他若用强 我自然挡不住他 如此看来 他虽背了个 纹固的名声 但到底是大家里出来的 若论洞察人心 风度气质 都是上乘的 女子嫁人该看什么 不该看什么 大抵是过了一辈子 才悟出来的 现如今 我就算是为了你的意 也不能眼看着你 日后心酸落泪 一家家事显赫 方眼将左 无人能解 若我嫁给他 可以帮父亲重返政叹 也可以让您在吴家 抬得起头 就算那个乙莲凯 是个地狱恶魔 只比买卖您也不亏 桑儿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 以为我一心 只为秦家打算 坏了你的姻缘 可是你仔细想想 妈也是一样的路走过来 当年 我不顾一切 也嫁给了你弟 感情上 也是情真义切 但是为了撑起这个门面 费尽了心思不说 夫妻间又生了多少嫌隙 妈不愿你走我的老路 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 看到你能有个好的前程 日后不会吃苦 娘 我答应您 我嫁给她 但是我就是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的病 到底是真是假 你竟以为我是在骗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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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嫂 一家少爷前来调研 你回避一下吧 依少爷 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不负言重了 小嫂 对不起 让你等了这么久 你我之间不必这样 父亲为奸人 父荣才所害 我答应了母亲 你把他找出来 果真如此 我以为是还愿意 我以为是要的 我以为是他 我以为是要的 你以为是要的 我以为是要的 原来我以为是要的 我以为是要的 你的名 随风飘零 像是藏不尽的曾经 爱情不过是一场书影 天下为你一人无情 你的心化作约定 像是听不见的通灵 到头来都是几般任性 前世今生翻涌不停 我锁你锁心锁不住陌生 一生不敌天涯无垠 我放你放轻 放不住决定 来世再附生安息 天不平眼睛的空气 到不了你的固定 爱遗憾不断在敲心 锁不住的宿命 我锁你锁心 锁不住梦醒 一生不定天涯无垠 天涯无垠 一头放你放轻 放不住决定 来世再附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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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世再附生安息